洛杉丰到底有多强能够想象吗 看到这网友在这个网络上 po了这么一段影片 一群国中生在练跳高 结果突然刮起正强风 画面上看到 哇这整个气垫都飞了起来 真的是非常夸张 天津队学生练跳高 不过影片中只听到呼呼的风声 树枝衣服快速飘动 这名男同学一起跳 结果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也太夸张了吧 在男同学起跳瞬间 一阵强风吹来 竟然连地上的气垫 也被吹得站起来 前方两个男同学 一个把马尾的女学生 当场被盖住往前飞走 这段影片po在网络上 标题是田径队被洛杉丰 白了一道 吸引非常多网友点阅 影片中的学生表情提笑皆非 赶快把气垫补好 不少网友关心的 为马尾女同学 直接被气垫砸中 人还好吧 学生也立刻回应 所有人都平安 没受伤 谢谢网友关心 原来这是屏东县 满洲乡的满洲国中 当地每风 九月过后 就会出现洛杉丰 但风势强劲到 吹走气垫 学生也差点飞走 看起来学在是暴秀 又让人也把冷汉 昨天期视频呈现一高报道 频道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